姐先生还一抵达马不停蹄 跟各国的领袖场边会面 堪称是重大的外交突破 尤其还包含了对俄罗斯开战 续终没有表态的印度总理莫迪 预递周日 那么下午泽伦斯基也将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由于美国传出有意直接援助F-16战机 外界也聚焦在军援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关键的决策 一个深情友好的拥抱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惊喜现身 日本G7场边和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 泽伦斯基不止见了苏纳克 先前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后来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肖兹等人 行程满党争取各国力挺 泽伦斯基这回也特别 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双边会议备备 备受关注 因为印度至今仍未公开谴责 俄罗斯开战 泽伦斯基趁时力邀印度加入和平方案 不只和各国领袖个别会谈 21号早上泽伦斯基也正式加入峰会 同时和G7领袖面对面 台湾时间周日下午1点 泽伦斯基将和美国总统拜登双边会谈 只是两人在恶物开战后三度会面 乌克兰要的F16战机就看拜登最新表态 事实上针对军援拜登在G7上法夹腕 他已经表达支持盟友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这次G7更因应泽伦斯基来访 提早发布联合公报 G7联合公报特别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反对武力改变现状 也是成员国连三年点名关键两岸议题 场边的美剧印澳四方对话联合声明中 尽管没有提到中国字眼 但字句背后仍见识中国大陆 TVBS新闻中文 俄罗斯的拥兵集团瓦格纳宣称 已经完全控制了巴哈姆特交给婷婷 随时来关心俄乌战争的前线 地点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 现在俄罗斯的拥兵集团瓦格纳 就声称已经成功拿下了重要据点 来看到他的创办人普里格金 就表示在5月20号的中午12点 巴赫姆特已经完全被占领了 甚至还讽刺 现在人在日本广岛参加G7峰会的 泽伦斯基说 要带他向拜登来问好 不过这个消息是有所争议的 虽然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拿下了巴赫姆特 等于说长达数个月的战争 莫斯科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也意味着漫长又血腥的战役 就很有可能结束了 现在瓦格纳佣兵集团就表示 他们的部队会在5天内撤出 而且会移交给正规的俄罗斯军队 不过如果大家记忆还有心的话 其实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 或是在5月初就对外声称 他们要赶快的撤出巴赫姆特 但是现在这个消息也显示 他们人就还在里头 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表示 已经完全解放当地 普京也发声明祝贺 不过这消息也被乌克兰方面军方来驳斥 他们说士兵人在巴赫姆特前线作战 但是对于俄罗斯国防部这个说法 他们并没有多做评论 举着白蓝红俄罗斯国旗登上大楼废墟 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团声称 完全掌控巴赫姆特 瓦格纳说他们25号将开始后撤养兵 除了谢谢总统普京 还不忘再骂一次俄罗斯国防部 不过乌克兰跳出来否认 巴赫姆特已经沦陷 乌军说他们还在巴赫姆特城市里战斗 而且城市外的郊区 更夺下几个制高点 而美国刚表态支持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但在战机真正送到战场之前 乌军只能孤等 同时俄罗斯周六又炸基辅 这是防空系统拦截俄军神风无人机的声音 几块碎片砸到民宅屋顶起火 这是五月以来 俄军第十一轮轰炸 幸好目前没有传出伤亡 第一片新闻综合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 现在还反制逮捕令 宣布通缉首席检察官 继续交给婷婷 除了关系俄乌战事的前夕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儿童的权益了 看到其实时不时都有听闻 俄罗斯方面试图透过安全走廊的方式 把非常多的乌克兰儿童 接到俄罗斯境内 而这相关的事情 当然就引发了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关注 但是现在英国的卫报就报道了 现在莫斯科要对ICC的首席检察官 卡林汉发布通缉 原因就是因为卡林汉 他真的非常的勤劳勤快 而原因他也四度出访乌克兰 因为他就是要搜集非常多的证据 来向ICC来证明 普京是有犯下非常严重的罪嫌的 所以现在ICC其实是有足够的基础 相信普京个人对于这相关的事宜 是必须付出刑事责任 另外一个同样被通缉的 就是俄罗斯儿童权力专员 他的名字叫做利沃瓦贝洛瓦 他在3月份的时候 也控诉普京在战争期间 强制的把数千名的乌克兰儿童 移居到俄罗斯境内 就连他自己也被迫收留了 一名15岁来自马里乌普尔的儿童 所以这两个人 现在已经被莫斯科当局盯上了 然后可以看到ICC 也同样的对于普京 也发布了逮捕令 也敦促了123个成员国 要加强努力保护相关的人员 那对于俄罗斯方面 所发布的通信令的部分 ICC也表示他们深感忧虑 但是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婴儿退缩 美国总统拜登松口不阻止 盟帮援助乌克兰F-16班机 对此俄罗斯是表示批评 欧米国家对于乌克兰的军援 现在又在加一了 可以看到美国又开绿灯了 未来将会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美国总统拜登在G7峰会上面同意 会支援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如何驾驶F-16战机 同时会在未来数几个月内决定 是否就是要提供F-16给乌克兰军队 为什么美国其实过去是非常反对 来提供F-16给乌克兰的 但是现在又整个转向了 因为华盛顿邮报就报道 是受到了盟邦的压力 而现在美方也不会阻止 其他的盟友提供F-16给乌克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英国比利时还有荷兰 对于白宫的这个举动 表达高度的欢迎 乌克兰军方当然也表达了感谢 可以看到乌方的官员就表示 最快在今年秋天 也就是9月底或10月初 就可以看到F-16出现在乌克兰的领核 但是对于这个消息 当然最跳脚的就是俄罗斯了 俄罗斯表示提供乌克兰 F-16就显示了西方坚持升高紧张情势 而这个当然他也恐吓了 也对他表示说 这将会让整个战场还有乌克兰 陷入更巨大的风险当中 除了国际新闻 如果想要掌握更及时的国内话题 以及国内新闻 来扫一下我这边的QR Code 来下载TVBS News App 让你所有的讯息都可以